在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-Pacific Partnership近10个月之后,其与11国力争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-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,简称APAC,年会期间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达成协定。 APAC峰会前夕,日本牵头各国贸易谈判代表在越南滨海城市现港召开会议,搁置奥巴马,Barrick Obama执政期间美国在谈判中多年支持的条款,已推进达成修订办TPP。 智力贸易部副部长TPP首席谈判代表NASA Polona那一首周三接受采访时称,留在TPP的国家希望让协定明年生效,这是理想的状况,所以这几天会很关键。 日本外务省一位发言人周二称,大家希望本周达成一项原则协定。 新协定将让日本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墨西哥和一系列小国联合起来,参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计超过10万亿美元。 新协定将与美国参与情况下的协定将去甚远,不过谈判代表和贸易专家认为,新协定仍将具有战略意义,而且搁置部分条款还留下了美国日后加入的余地。